就是我們這個台北市的骨質密度檢查的結果 發現說40歲以上的婦女來說 就有超過三分之一以上是骨質疏鬆的情況 那其中有大概4成的一個婦女是一個骨質不足的情況 檢查的結果是完全正常只佔了四分之一 所以說以我們台北市的人口來說 大概可能193萬的婦女 40歲以上的婦女是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這大家必須正視的問題 因為骨質疏鬆症可能發生一些後續的骨折 或相關的一些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都必須要去重視它 保健的話那適當的營養 比如說補充適當的鈣質 曬太陽補充維他命D 那適當的運動 這些讓骨質是會改善的情況 那如果說真的確定是骨質疏鬆的話 可能必須要用一些比較好的藥物 包括說一些骨質疏鬆的藥 或是使用一些增肌 都可以得到適當的治療的結果 而且會有效提升骨質